阿拉丁神灯 如果我有一艘船就好了 来看看 你想要什么东西 不要 因为我看到你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所以我想跟你讲一件好事 搞什么 原来不是客人 不过你说的好事是什么事 我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如果你听我的 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送给你 那我要船也行吗 当然没问题 好好好 我听你的 不过我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啊 于是阿拉丁站在老爷爷的后面 来到了石山的山脚下 我只要进去拿洞穴里的煤油灯就行了对不对 没错 好吓人啊 我还是不要下去好了 你快下去拿吧 什么 你不下去了 老爷爷你不下去了 你叫我这么老了还下去啊 快快 你下去 你不想要船了吗 我当然想要船了 可是 你不要向临阵脱逃 打个下地了 我又要跟着人家 我又要跟着人家 哎呦 好疼啊 你太过分了 快点放下绳子 把我拉上去 这 这是什么 你还没拿到煤油灯以前 我是不会放绳子的 快 赶快去拿 可恶 那个老爷爷真坏 我就算从这里拿到了煤油灯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放下绳子让我上去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地方还真恐怖 哎呦 好疼啊 火灭了 黑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哦 那什么 哦 这是个戒指 好漂亮啊 你是谁啊 我是戒指巨人 戒指巨人 如果是主人的命令 只要戒指巨人做得到的话 一切照办 什么 一切吗 那你把我弄出这个洞穴 快点 那我办不到 我没有力量把人移动到很远的地方 那你能做什么 戒指巨人能介绍洞穴里的一切 嗯 那你知道煤油灯在哪里吗 他应该是在这个洞穴里的某一个地方才对 那个我知道 我带你去 戒指巨人能帮主人的忙 实在太高兴了 于是阿拉丁让戒指巨人牵着他 继续一直往洞穴里面走去 过了没多久 洞穴里渐渐闪闪发亮了起来 在那里有很多的宝石挂在树上 哇 太棒了 这个没油灯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你真的什么都做不到啊 不过这个没油灯可真脏 老爷爷为什么会闪要这个没油灯呢 擦干净的话 你也许会看起来有一点上心的吧 你又是谁啊 我是神灯巨人 非常感谢你把我放出来 请问有什么命令 命令啊 好 神灯巨人 你能够把我弄出这个洞穴吗 那种事简直轻而易 太厉害了 好 你再进来戒指里面吧 如果我拿到没油灯啊 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我快真慢啊 那个阿拉丁到底搞什么 那不是神灯巨人吗 然后还有阿拉丁 你如果很懊悔的话就过来追我 没油灯是我的了 你烦不烦呢 还给我 没油灯是我的 还我 如果你那么想要的话 自己去拿不就好了吗 阿拉丁得到了魔法的没油灯以后 首先在城里盖了一座巨大的豪宅 然后又进了很多艘船 跟世界各国做生意 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了城里面最有钱的人了 最后 阿拉丁跟城里最美的女人结婚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不会放过你的臭阿拉丁 居然躲那么好的生活 那个神灯啊 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才对 你居然把它抢走 而且还娶了那么美的老婆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对啊 我想到一个好点子了 太太啊 太太 你有没有旧的没油灯呢 我用高架给你买下来 旧的没油灯啊 有事有了 可是我先生很宝贝他 还是得先问我先生才行 那么你可以问一下你先生吗 不好意思啊 他刚刚出去了 是吗 你太糟糕了 哦对了 我能用这个金做的没油灯跟你换吗 我想这个的话 你先生也一定会很高兴 说的也是 如果是那个我想他会很高兴的 请你等一下哦 我马上就去拿 就这样闪神发光的 这一下子我也变成大富翁了 老爷爷 我拿来了 哦 来了 你拿来了 好 赶快抢过来 好 神灯巨人 出来吧 我今天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太太 你等等我 那声音是 神灯巨人 你把这个女孩跟豪宅一起搬走 是 我知道了 是神灯巨人 你要把我的房子搬去哪里啊 我得到你太太跟神灯了 阿拉迪 快救救我 你这个混蛋 好 我又要借用戒指巨人的力量了 主人 这一次有何吩咐 你带我去神灯巨人飞去的地方吧 还要很远吗 那一下下就到了 再一下下是多久啊 这个吧 大概还有十公里 累死我了 你怎么了 戒指巨人 你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背我走啊 那我办不到 戒指巨人只能帮你带路 你真小气 我太爱意了 不管怎么说 都是拖着个神灯的服 你大概肚子也饿了吧 如果你赶快说要当我的老婆的话 这样我就可以让你吃很多山植海味 不要 谁要当你的老婆啊 而且没有多久 阿拉丁就会来救我了 阿拉丁不可能会来的 算了 不要多久 你就会求我 要当我的老婆了 今天差不多该去睡觉了 阿拉丁 噓 钥匙是不是在老爷爷的手上 不是 这是神灯巨人的魔法 如果没有神灯巨人 谁也没折 那么 等老爷爷睡着以后 我再去偷神灯好了 他看起来睡得好熟 真是太大意了 别跑 别跑 阿拉丁 老爷爷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神灯巨人 你打快提前 你用魔法做的所有东西 不要 我知道了 主人 老爷爷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你必须认真工作才行 好 你带我们回城里去吧 带我一起去 不要丢下我 求求你 不要丢下我 我们从今以后 也不要用魔法的力量 要靠自己活下去了 就这样 阿拉丁他们回到了城里 后来靠自己的力量做生意 听说他们还买了船呢 阿拉丁